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年男性 你就有没有性欲的澎湃呢? 你真是这样问 我刚刚进入中年没多久了 这样说吧 有没有其他人在听这个节目呢? 这样说吧 我朋友不是我 我朋友就是你 就是这样说吧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男士过了某个年纪 什么叫力不从心 是不是有心有力 究竟要不要吃点东西 补补身那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我敢说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男士问题来的 男人都有更年期的 其实 男人有更年期 我相信啦 是不是? 但是就是 有这样说了 小弟都四章多了 其实也都感觉到自己个人的身体的精神 精力 魄力 也都真的不及以前 甚至乎那个聪明智慧也都不及以前的了 所以其实你要这么说 过了某一个阶段 你就看到自己的身体走下坡了 是不是? 就是又很坏的 拿台长来说啦 我看以前跟你一起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你哪有这么多白头发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你发线还能保持到的台长是OK的 我都在捍卫我的发线 OK? 那这就说了其他东西了 但是在科学上面 我们怎么去理解男士这些这样的衰退现象 尤其是这一节就很有趣 就是想讲一些性方面 就是本来我自己很忌忌的 我和台长两个男人已经步入了中年 跟着就讲一下这些男人的性问题 跟着又怎样知道台长你砍头 就开头问我那些这么私人的东西 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呢? 是不是? 但是那个原由就是这样 在刚好这个礼拜那里就出现了两宗 是来自两种不同的科学 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拿来说 如果一个女士你没有兴趣这个问题 我有点抱歉 但是它其实未来的研究方向是会包含了女士 那我就解一下了 其实分别有两个不同的研究小组 分别是由这个生物化学的角度 和这个数学的角度 去研究男士那个阳位不举的问题 或者叫做性冷感的问题 可能是没有什么sex drive的问题 那其实研究的目的呢 其实除了想了解人的生理机制之外 也是希望去找出一些去帮中年男士治疗的性能减退的问题 是给出一个科学的了解和一个治疗的方案 所以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是男士福音来的 其实是由科学带出来的男士福音 台长我们先说数学那单 还是说生化那单先好 生化这个比较容易吸收一点的 送的比较难 好啊好啊好啊 那这个就很有趣了 就是男人呢 他觉得自己不是很在状态 不是很想去投入性生活的时候 年轻人这个就不是问题 年轻人你满脑子都在想那些东西了 叫你不要想你都想的了 但是其实过了某个年纪 就是所谓清心寡欲的了 然后就觉得好像又力不从修了 那怎么办呢 但是当然是有人想解构这个问题 中医的话那你就去调理一下 去扶症一下 令到你个人那些精力旺盛 補一下神也好 撞一下腰也好 吃一下什么什么丸 喝一下什么什么酒 那些诸如此类 又讲到意义保刑这些诸如此类的东西 其实这些这样的尝试 都是其实希望由一个医理的角度 去补充身体上不足的一些成分 令到你去还原你那个能力 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由一个正式的 生文化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在问究竟在身体上哪个环节出了事 不是说器官什么环节 会不会是内分泌 就是你就算有那个器官有那个功能 但是为什么这个功能你摊不住 以前是有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 中间差了什么成分 那些成分是不是整杯三边酒就可以搞定的呢 还是我们讲不讲到里面哪一种是最有效的成分 你吃的那种成不成分就渺手回冲生龙活虎呢 真的有人很认真地去问这个问题 就是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宗新闻我想台长你是不是由CNN那里按出来 CNN的新闻 他那个标题是这样讲的 It just didn't enter my mind to initiate sex 接着后面一句 一个很低的性欲 就是男士低的性欲是和什么关联呢 是和体内的化学物质失衡是有关联 那好了 最希望是找到什么呢 原来他真的在这个报道里面 这个研究小组是给了一个答案 是讲一种的 我想是一种 都是一种复合蛋白的一种东西 就是我自己不是很清楚了 就是他那个名字 那个串法 就是这里要台长帮忙找一找 好像是有PEP字头那样的 这个很容易记的 因为前面有KISS OK OK KISS字头的 你问我就是说他怎样去找到这个东西 我自己的具体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这里他很简单 在这个新闻里很简单介绍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他召集了一批男士 这些男士都有上一年多的 OK 然后呢 分别是给 你处方一些安慰剂给他 和处方这一种叫KISS Peptin 这种这样的物质给他 那处方就要用打针来打下去的 那就是当然了 很有趣的 很典型的这些试药的手法就是 他不告诉你 我打了真药或者假药给你 你客观上你真的有没有厉害了 然后呢 就发觉呢 原来都有一个有意义的效果 在那个打了真药的 真是那种KISS Peptin的那些 受测试的人士当中呢 超过一半是觉得自己呢 嗯 又好像 就是沙漫了 心里面想多了那些东西 又想多了一些色情的东西 然后看多了色情的东西 多了一些反应 就会是这样 多了一些这样的情形 但是处方安慰剂的人 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所以他们就认为呢 其实就找得到这种的物质 是会 叫做其中一个呢 是对于男性生殖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种这样的物质 那会不会不止得一种这样的东西呢 那我觉得又不奇怪的 但是起码呢 找到这种东西呢 其实就我会觉得呢 是很多 就是男士的福音了 当然除了你说 现有食的那些药之外 会不会还是有其他的方案 都可以帮你去 增加你的性欲和性能力的呢 那似乎呢 由一个很基本的生化层面那里呢 就有一个答案 多一个答案 好 那这个呢 就偏文写得很长的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想法呢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么惊奇呢 因为如果在中医的角度呢 就是这个性欲的问题呢 其实跟你内分泌是有绝对的 是的 但是问题是你是哪种的内分泌 里面是哪种 就是你去到西藥 它说一定是要讲哪一个 哪一种基因 是一定要讲到这个 level 一定是讲到最基本的物质的 level 那还有有一些呢 又是的 你讲开和中医都理解到的了 男人他说工作压力大 那时候就要很专注 和就是很焦虑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就内分泌就失陷了 然后呢 就令到你没有性能的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你问中医 中医就用来说的 就是中医是一组织的那样的 但是我会觉得怎样都好 你能够将那样东西 由那个最基本的物质层面 你去理解这件事呢 那我觉得是 这个就是科学了 我就会说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个相关的题目呢 就是男性的高潮 但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想如果你作为男性 你觉得很简单 就是当你写征之后 那一刻就是高潮 但是女性方面就不是的 女性方面 女性方面那个高潮那个 那个铺牌慢很多的 是啊 甚至乎又说回那个老问题呢 男人年轻的时候 你又想 我又说起承转合四个阶段 起 那你就知道在讲什么起 跟着好了 一路就可能是可以硬着 然后基本上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硬得说基本上 要有高潮呢 就是你怎么作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就 两者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起承转合可以很快 有些人甚至乎 形容就是按个按针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呢 又是这个问题了 到了某一个年纪呢 就不是那么必然的了 我觉得 就是 所以小弟都很战战兢兢 究竟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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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在医学的角度来说 你想去了解男士的那种 那种生理功能去衰退的问题 尤其是比如去到年纪大 就是 刚才又说了性欲减少 就算你可能很容易 就是很不容易地 踏着了 但是不是代表到你能够维持到 还有最后有个高潮的结果呢 随着年纪越大越不好 就是 于是乎就引发到 研究这些人 除了用刚才那种生理的角度 来去研究之外 很有趣啊 他们会用一个数学方程的角度 来用一个模型去解释 就是说 如果开始 某某的条件 这里我教三度 那里教七度 然后将这种刺激 是早些切入 和迟些切入 最后出来的结果 是最后能不能够准确到 预测你可以继续维持性行为 还有高潮才完成呢 以往就是 如果你问男人说的 他只能够很笼统地说给你听 是不是 要看看当时的气氛 对手好不好 接着 可能喝一汤水够不够 运动多不多 你说不到准确 但是呢 如果我能够可以有一个 直接将他用一个高度数学化的处理 我甚至乎将那个人体 当时那种身体的参数 你可能讲他的情绪 他的压力的系数高不高 他身体的状态 他认为自己体力如何 运动多不多 还有他开始的时候 前气长并短 这些参数摆下去的时候 这次就叫做首次有一个研究小组 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英国 University of Success 我不知道有没有英国的听众 直到现在住在那里 就Success这间这样的大学 他这个研究小组 就建立了一套数学模型 来去描述这个男人 在这个性行为的时候 那种起承转合的那几个阶段 他就认为他们自己 已经建立了一个准确模型 这个模型准确到一个地步 如果把那个人的年龄那些东西都考虑下去 基本上就可以介绍到一些 譬如说已经进入了中年 那个性能力 已经比较缺乏信心 以及已经跌了窝的人 他可以透过一个什么的方法 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就可以由这个数学模型 竟然就可以预测出来 他很有趣的 他就会讲到就是 就是说 越开始的时候不要刻意给那么厉害的刺激 就是用一个很简单来说 年轻人血气方刚的话 看到打出多一点点肉 曲线多一点就已经开始有那种想法了 但是反而就是说 越是去到年纪大 和越是没有信心 就是可能已经是有点衰退的人来说 反而一开始不要将这些这样的刺激 摆到那么厉害 反而更加多 你可以想像是一种交前气的 那种方式那里 就慢慢去撥着那个刺激 反而就令到人更加容易进入状态 其实可能这个大家听到 会不会反而是像了女性那种模式呢 其实这个研究小组它是直接讲完的 它下一步的数学模型 就是想研究女性 就是女性进入的生理高潮的机制是怎么样 那其实我觉得呢 有了男性女性的数学模型做比较呢 其实可以很合理解释到就是说 那种大家所谓的 就是男士可以看AV里面那种的招数 最后是不是一个好的学习对象 是一个好的榜样来满足你的对方呢 那我觉得可以由这个数学研究 给出一个答案出来的 就是最后是 那你大家看看 有一个方便在这里的 你看不懂得明白就是自己去 你自己去 那条方便就不是 你自己可以随时 可以继续换下去的 它里面是有很多 其他的那些 叫做 那些transform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数学运作在背后的 嗯 但是他怎么去量到这个model出来的 你问我我真的 我又没有认真去看他这份理想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任何的建立数学模型呢 你不外乎是想预测 一帮你去描述一些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说你可能是 能不能达到高潮 甚至乎可能比较高潮的强度是多少 就是最后你会觉得 去回归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可能满足程度是多少 那你要预测到这些的时候 你就要认定了 这些可以和什么有关呢 那你就要进入一个 搜集数据的阶段 然后就真的有些人去参与 给一些数据来 然后去量度每个人 用不同的strategy的时候 那最后他会给出什么的结果 那最后有些人就喜欢 用一些很普通统计的方法 你去把数学方程放进去 能力一点的话 甚至乎现在很流行 就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 来帮你尝试找出一个模式 最后你就会知道 那些对哪一样参数的敏感程度高一点 哪一样值得你放多些努力下去 如果那样东西是 原来最后告诉你 原来去到某个阶段 前期在一个对的长度的前期 可以令到你保证到你80%成功率 就是最后你能够由数学模型 令到你说得出一句这样的说话的时候 那你就有信心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和不应该做什么 就是不要经常听 这个教你怎样 那个教你怎样 就不用再这样做了 就真的由数学模型 告诉你你用什么策略了 但只不过这次古怪些就是 就是研究床上的东西 用这些数学的工具 好啊 但是这篇论文是相当多广泛的报道 所以大家就有些什么疑问 我们不需要详细去解释了 但我想如果到迟些去研究成功 如果说女性模型都要研究成功 那我们应该如何追踪报道呢 应该要是 好好 那我们今天完成了四节科学的新知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科学回忆录 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